全臺疫情嚴峻 臺北市之前還爆發有禁老院群聚感染事件 如今又再傳出是設置在新北市的街友中途之家 同樣也爆發了群聚感染 根據統計入住街友當中 還有49名的住民染疫 其中有兩個人狀況比較嚴重 分別送醫治療 一個人已經康復出院 不過另外一人卻不幸心肺功能衰竭死亡 北市疫情進入高院期 街友確診狀況 今年統計中正區染疫13人 萬華12人加上大同區疫人 總計26人確診 但收容皆有的中途之家 之前卻爆出群聚感染 根據了解裡頭住民一共49人確診 雖然大多數都是輕症或無症狀 卻還是有兩人送醫治療 其中一人康復 卻有一人不幸心肺功能衰竭死亡 這就是跟之前很多的機構都是一樣的 每個機構很多都有群聚感染 那大部分現在全部都解裂了 都已經沒事了 北市五月中才爆發 近老院超過百位長輩染疫 更因為照護量能吃緊 只能召回確診的護理人員 和照護員報病上班 社福機構如何避免大規模感染 也成為話題 在地的話如果有狀況的話 就是會處理 所以這個案子已經很久了 對 的確像我們很多老人機構 也有這樣的狀況 目前都安置得很好 幸會最終 中途之家的疫情已經控制 北市府不敢大意 只希望趕緊度過這波 最嚴峻時刻 接著我們向周中林台幅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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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